从我老家出来 我换了好几分工作 那你说我上班 我不为谁啊 我不就为咱们这个家吗 他根本就接送孩子都不管 然后我还得自己接送孩子 然后天冷了 我买套羽绒服 他还说我败家 那羽绒服都有吗 你还买新的干嘛 那羽绒服都穿了好几年了 洗的棉花都没有了 穿着跟没穿一样 风一吹就透 哎呦我的天哪 你就跟我舍不得 哭哭嗖嗖的 那十万块钱 你连考虑都不考虑 人家商量都不商量 全都给你弟弟买房了 这八年嫁人之后 您工作了吗 我也是有时候 打点零工什么的 也就是说一直没有工作 是吧 对 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是 那你们家这个 八年来的这个收入 或者叫生活 靠什么生活呢 基本上都是靠他赚的钱 我赚的零花钱嘛 这八年就这么混过来的日子 是吧 是 家里有存款吗 没有存款 所以十万块钱对于你们家来说 是不是一个大数字 是 我当时感觉应该生活负一点了 可是因为一分钱都不要 都给了弟弟买房了 是你老婆吗 是 那为什么不商量呢 我就怎么说呢 也是为我爸妈考虑 因为这钱是我爸妈的钱 当时一共给了父母多少钱 当时一共分了三十六万 父母是怎么分配的 父母说拿出二十万给我弟弟 拿出十万给我 然后呢 剩下那几万的话 因为前几年就是我们家的养殖 一佩点钱 然后还给人家 这父母不是已经做出了分配了吗 是 那你干嘛又把那十万给弟弟了呢 因为我们俩已经成家了 他 就是反正我已经把媳妇骗到手了 那也不是那么说 反正心里是差不多那么想 凭什么呀 本来我们就分得少 我们没意见吗 我们也没跟父母闹吧 好不容易分了十万 等于八年了 就觉得这十万块钱 你想对这样一个收入家庭来说 意味着什么呀 希望啊 就让你就送人了 关键你送人之前 你商量你没商量吧 没有商量 你核实过了 这十万块钱 确实是他给他递买房了 还是这小子拿出去干什么来 你核实过吗 应该都给他递买房了 你核实过吗 那十万块钱 我也没见着到现在 对啊 核实过吗 这个确实是买房了 现在房子的 我弟弟房子都下来了 房子都下来了 一共首付就交了三十五万 哪来的三十五万呢 我们家不分了三十六万吗 我弟弟 公金跟那朋友 跟那同事借了五万块钱 然后我这三十万 加上一起三十五万 等于买 刚付个首付 那你弟弟钱是借的呀 还是你借给他 还是你给他的呀 我就给他的 是弟弟提出来还是你主动的呀 没有 我主动 我主动提出来 我一个 我一个当哥哥的 行 当哥哥的 当哥哥的 行 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 不想跟他过了呢 我感觉有他没他都一样 这么多年跟他过日子 就多了一个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得到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自己找个工作 自己带孩子过 都比现在过得舒心 这就听明白了 人家的话 给你翻译一下 我一个女人 我自己带一个孩子 我可以独立地过 我过得好 我嫁给你 我也得伺候你 经济上没有什么依赖 精神上没有什么依靠 那我凭什么 跟你过日子呢 我就是想 让他理论他那个 生活里面 其实有一类人 是特别可气的 他似乎占领了 所有道德的制高点 其实那心理 拨的算法 拨的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把身边的人 弄得是痛不欲生 你尊重过他吗 我觉得我们夫妻俩 是一条心 什么一条心 你跟人家一条心吗 我怎么不跟他一条心 你觉得他跟你一条心吗 我感觉他跟我 不是一条心 得了 尊重 自始至终 他就向着他们家里人 他不是向着 他不为我考虑 他心里就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我要没有他的话 我怎么会选他呢 那谁知道呢 好骗呗